PowerPoint跟威力導演影片的結合 那首先啟動PowerPoint的時候 我們現在各位在常用標籤的版面配置點一下 選哪一個呢?選空白 那空白就是,那背景呢 這白色底在衛隊裡是可以把背景去掉的 接下來再來點選插入裡面的圖表 點下來的時候呢 這邊有內建的依照你的需求來選擇適合的圖表 我們就選第一個 那這個是資料並列,這是資料堆疊 那我就選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 按確定 確定完以後它會開Excel的資料 那你可以依照這個需求 好,我把它刪除 點這個C表選全部按右鍵的刪除 我這邊呢 就第一季,業績 就知道 好,我可以選擇 現在這邊是個字幕 這個也會有什麼 呢? 那我可以選擇 當你把資料改完以後呢,圖表就這種產生了 如果真的改完就可以把它叉叉關閉了 叉叉關閉了,整個圖表出來,大小就直接拖拉 移到邊界來的時候,變成雙箭頭,這樣拖拉這個 如果移到這裡來變成兩個箭頭呢 這什麼意思,左右拖拉,這個拉,這樣可以拉這個,移到邊界來 好,那我希望再下來一點,也許待會再留Title 那這個上面的Title字也可以直接打哦,點一下 好,那圖表做完以後呢,在這個地方我們來做什麼,接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做動畫,那顏色改一下好了,在這個配置的地方設計 這邊有顏色可以調整,我希望它比較立體的感覺 這個,那如果要顏色不一樣呢,個別點 預設值點下去全部都選,再點一下,好,按右鍵可以 這裡,資料點格式,這可以改一下的,我想換填滿,紅色,實心,這裡改成紅的 紅,沒有點好,sorry,填滿,按右鍵的,資料點格式 可以讓它不同顏色,也許變化多一點,紅,綠,藍 你可以讓它有點變化,當然這個地方呢,就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改 那如果說那邊想加圖片呢,可以哦,我這邊想填圖片進來,按右鍵 也許是公司產品的圖片,資料點格式,在填的時候呢,這裡有好幾個選項 單色,漸層,圖片,圖案,這邊可以選,我現在想選的是圖片,在這裡 那就從這裡點選檔案,那也許在你公司裡面,假設我是賣花的 也許我會點點什麼,郁金香,就可以把圖片加進來,加進來就看到這圖片了 哦,這邊可以選堆疊的方式呈現哦,這樣是堆疊,這樣是伸展 我們就用伸展好了,所以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變化 好,接下來呢,我們就出來了,那是業績 那業績呢,在這個數字,數字全部做完以後,接下來點選哪一個 點在這裡,我們要給它動畫 那這動畫內建呢,就有出現,淡出,那我們希望它淡出好了 誒,可是它是整體哦,所以透過右邊這個地方,帶動畫這個群組的地方 這裡可以選的什麼,我們依照什麼,類別 哦,移到這裡才立即自己顯示哦,確定是這個嗎?確定 確定完以後呢,我就可以播看看了 那這邊有個叫動畫窗戈功能,點一下 好,各位檢查一下,預設背景它也變成一個動畫 我覺得背景是不應該叫動畫的,所以這裡收起來,這裡展開來 點選第一個背景,我的習慣是點選箭頭把它做移除 好,來,再播一次吧,所以一開始背景就出來了 誒,這動畫我不喜歡耶,我們可以換個方式 呃,漂浮進來 好,再播看看吧 好,播放 那點選全部哦,點選全部,全部換成什麼 飛入 哦,這個改起來了 來,全部移除,再換一個,點選 我想,那這裡可以切換不同動畫效果,你這裡可以選 哦,我選插區的好了,插區,接下來 呃,在這個地方呢,變成整體的齁,來,不好意思 那這個地方整體,我還是全部把它移除好了 移除重新再來一次 改來改去的時候,我們建議把它移除再來做 點選在這個地方,呃,下動畫,我希望是用插區的方法 我剛剛點哪裡呢,點這個地方,sorry 在動畫的地方點哪裡,這個 點選這個圖表,對不對 現在沒有動畫哦 然後在這個地方點鍵的,我選插區的 然後呢,插區的方式呢,是由 下而上,然後一個一個出來,是從這裡選哪一個 一類別 好,來,再開啟動畫窗口,我要的是這個效果 展開來,旁邊點一下 表示取消,再來點這裡 再把它做移除 來,再播一次吧,就是我們要的了 那動畫完成,因為我想跟我的威力導演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個字呢,自己是可以改的 我再改一下,也許讓它再更大一點點 好,點哪裡 所以,檔案,當然要先做存檔 如果要修改的時候,下載可以改 那這檔案名稱呢,就叫簡報2好了 那轉成影片怎麼轉呢 點選檔案的地方,再來進行 儲存並傳送 再來點選建立視訊 好,預設呢 5秒鐘,每張投影片 建立視訊 來,待會呢,這就 給它一個正式名稱 業績展示圖.wmv 影片 存檔,在那裡要記起來喔 在文件資料夾 這時候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5-9 這時候呢,做完以後呢 在我們的資料夾,我們來檢視一下 在文件資料夾,你會看到一個 業績展示圖的影片 好,來,怎麼跟威力導演結合呢 當然啟動威力導演 完整功能模式 先給一個片頭吧 這個地方片頭 你就選一個 當然要跟你主題相關 因為我們現在在錄製的關係 我就隨便抓一個片頭 接下來再回到哪裡 第一格的哪裡 媒體工房 把我們的素材叫進來 從資料夾點選 匯入媒體檔案 在什麼地方記起來喔 在媒體櫃裡面的文件 業績展示圖可以叫進來 好,可以拉到這裡來 把它接在一起 前面是片頭 那點這裡 來,我們點選這個 那次我們就不改了 點選全片 當片頭播完以後呢 就可以播我們的業績展示 這叫片頭 當然這片頭按兩下 就可以修改文字的內容 接下來要接我們的業績 所以呢 我可以從威力導演裡面 把PowerPoint的動態圖表 把它結合進來